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N与N的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楚咒云》的戏剧人生 在1948年初至1949年初 《楚咒云》第一次拍《何非凡》 主演《花落鸳鸯寵》 《一曲逢求黄》 《玉流人醉幸花天》 《情之味》 《西相忌》 《五间雕妻》 《古今一美人》 《银海半暗香》 《蜂种》 《蝴蝶大王》 《夜雕伯芙》 《福将霸王妃》 《晴僧偷盗蕭商馆》 《月桑柳梢头》等多部名剧 在此期间 他们几乎 套一套劇都满了 连满三百场 《楚咒云》 《楚咒云》被誉为 《翻生林代玉》 《灾世洪梁》 相当出名 《楚咒云》 《楚咒云》 《楚咒云班》 《永江名剧团》 《正印花旦》 《楚咒云》 《山中美 《夜戌湾门》 《默日赴皇宫》 《夜耻光造伏》 玉堂春 十三會大鬧能人子 黃寶村 偷濟蕭商館 梁洪玉擊鼓退金兵 洪梁子 綠野仙宗 梁山伯與竹英台 燕陽劍 一張白紙告青天 割亂糧 夢斷遼西月 董小縣 香妃 世絲 相思樹 呂布與雕閃 沖天野學會常和 可憐女 妻娘姊妹碑 黃昭君 迪青三取珍珠奇 碧蓉探監 卓文君 呂窩鍊錫錫寶清天 三糧吸水 秦香煉 蘇母木羊 紅寧血 撲火春鵝 萬劫紅蓮 換巢亂風 燕陽山恩仇記 湖北歸 湖北歸 闖皇進京 劈山舊母 相見不相親 迷流合影 二八嬌妻 一碎朗 風雪道鵌紅 雪影寒梅 紅俠 偷索玉龍心 真假將君 笑面虎 劉永福 夢斷殘燒等等多出名劇 這集劇每一套都爆滿 百多三百場都連續滿了 每逢星期日和星期四 還演出兩天的日戲 這兩出日戲也是一樣滿了 當時真是紅得很厲害 在1955年9月至1956年6月 他繼續在大型班 永光明劇團裏 和馮俠雲拍檔 那麼夜戲也是連續演出三百場牛郎職旅 在1956年9月至1959年 楚就雲繼續在大型班永光明 就先後分別拍著羅家寶 和陳少豐 那麼夜戲就上演這個金川頭井 《鴛鴦霸桃霧桂》 《煙燕造梅條風月》等等 這些名劇 亦都是一樣長長爆滿 永光明劇团每年由九月到第二年六月 每天演出无间,长长都爆门 而每年七月至八月就休息 永光明劇团在十年之间 尹文尹武的楚奏云 一直是担当劇团的静印花旦 而且大受欢迎大获赞赏 期间换过三次拍档的文武生 其他台柱名领依旧有小飞鸿、陆云飞、黄军武、白昭雄等等 而其间的编剧有冯志勋、陈冠卿、陈卓莹、何建青、盧丹、陈西明 望江南、徐若外等等这些名家 此外亦有阮四斤和黄月生这些知名的音乐人 帮他做音乐柏和蓝 帮他做舞台设计、报警制作 全部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所以这也是令到楚奏云的演出 长长爆满 座无虚设可以连续三百场爆满 所以他的受欢迎程度可以由此可见 今天和大家分享楚奏云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休息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楚奏云的戏剧人生 喜欢这条片的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Lang频道 下条件见,拜拜!